北京的恆泰豐餐飲公司8月宣布 中國華北地區的14家頂泰豐 確定要在明天全數歇業 有800位員工將遭到資遣 引發了各界的嘩然 而其實這整起事件的起因 就在於經營權之爭 一起來看 北京恆泰豐董事長林里紅 一早到北檢案領提告 控訴前董事長韓家成 侵占與背刑罪 對方並沒有執行交接的行為 也拒絕了交接 不管是張 帳策 或是財產清澈都沒有 交接卡關直接變成要對付公堂 北京鼎泰豐陷入經營權之間 新任董事長林里紅 控訴前董事長韓家成 在今年8月擅自宣布 中國華北14家鼎泰豐餐廳 在10月31號關門歇業 而這舉動遭爆料沒有經過董事會 與母公司北京巨人的同意 因此韓家成遭到解任董作職務 改派林里紅接任董事長 只不過韓家成還遭控拒絕交接 仗策金流不明 不管怎麼樣 我方都表示我們希望持續經營 但是清算做這個動作卻是他們 高層內訌鬧上檯面 只是已經確定中國華北地區 14家鼎泰豐餐廳 31號就要歇業 也就代表只有800名員工丟了工作 傳出得給付2.6億相關費用 面對種種指控 韓家成透過律師發聲明 表示內容純屬虛構抹黑 不排除要提告誣告更誹謗 雙方各說各話 習日商場老戰友多年糟情 說翻臉就翻臉 經營權之爭 也只能遭由司法來定奪 接著報道